他搖擺變色龍 但是他這兩天講他是深綠的 我們知道鎮鵬等一下心裡他還很不爽 沒關係 你告訴我他什麼事 這八年來這十年來 其實他變來變去 從跟民進黨合作 到跟國民黨合作 那這個合作過程說 說真的在政治上大家也看多了 就會說我這次代表民眾民進黨參選 下次代表國民黨參選 至少是一屆 你至少這一屆 你就堅持說我周南兩路線 大家遺忘了下次你再換 那沒有 那兩個禮拜裡面就換來換去 我先講他跟綠色合作他的戰略 他其實跟綠色合作的戰略 他很清楚 他是墨綠的 所以他用無黨籍參選 他跳到中間 所以我就鞏固了墨綠跟淺綠 這中間就被我包圍了 因為我是中立的 所以我可以跳到淺藍 那在二零一四年的市長選舉 他就非常洋洋得意 畫了這張圖 這是施錦中公佈的 他有一次施錦中在市府開會 人家在討論的是衛福政策 結果他很得意的講他的戰略 還是念念不忘他的戰略 那他這一次呢剛好相反 他這一次跟馬英九合作 跟藍白合的時候 還特別找馬英九做所謂的見證人 他是深藍嘛 講白一點馬英九的九二共識 其實就是屬於深藍這一塊 那但是他最近又說 他支持蔡英文的路線 總統就是兩岸國防外交 那兩岸國防外交 兩岸跟外交 你走蔡英文的路線 難怪網友會說 你乾脆投給蔡英文的接班人 叫做賴清德 還有他的外交 那個駐美代表叫蕭美琴就好了 賴蕭培這組就好 為什麼投你柯文成嘛 但是他在戰略上 他就是要模糊 他現在還是往中間靠 他還是企圖的 往最大的票源鞏固嘛 這第一塊 所以他跟馬英九可以合作 談九二共識 馬英九是談九二共識 他又可以支持蔡英文的 所謂的現在的外交政策 叫做所謂的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主權互不離屬嘛 這是蔡英文主張裡面 最明確的四嘎堅持裡面的 最重要的一條 他現在說 我要走同樣的路線 那到底是什麼路線 就變來變去 其實他的目的 除了往中間靠攏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 還是我要講這張民調嘛 他有大幅的 這是二零二零年 他最近的民調 他大幅下降到十五趴以下 他發現他的很多的年輕支持者 他原本都可以五成以上的 他發現有一半 將近一半左右 跑到所謂的賴銷配去嘛 那為什麼會跑到賴銷配 因為蔡英文當初二零二零年 那四十六點五趴的時候 也是十二月的民調 他拿到的叫八百一十七萬張選票嘛 有大概八點五趴左右 是跑到所謂的 八點五趴到十趴左右 是跑到克文哲身上來嘛 那現在跑回來了 跑回來賴銷陣營 所以今天賴銷陣營正式突破了四十趴嘛 已經快要逼近所謂的蔡英文的所謂的四十六點五趴 他必須穩固他的年輕票員 所以他才把蔡英文抬出來說 我也支持這個蔡英文的路線 來穩住他流失的選票 這是他第一個嘛 第二個他要講的就是說 他為什麼要穩住這個選票 因為接下來如果跌破十五趴叫氣寶嘛 那氣寶他選票 克文哲的氣寶會很奇怪 他會往兩邊跑 第一個六點一趴 如果加上現在賴銷 大概差距大概八趴左右 剛好就是十四趴 那這個韓國瑜當初比較少 是因為韓國瑜很高拐 那時候宣布蓋牌政策 叫他支持者不要表態 所以這次的這份的 二零二零年的表態率是相當低的 這七十三趴左右的表態率 目前的表態率大概八三趴到八十五趴左右 大概都已經多十趴 那多十趴大概就是所謂的 現在侯友宜的選票啦 所以侯友宜基本上 已經鞏固了韓國瑜的選票 這是可確認的 但是宋楚瑜的當初拿六十萬票 宋楚瑜也開不低喔 六點一趴他最後開出六十萬張選票 目前看起來就是會 歸到所謂的柯文哲身上嘛 那柯文哲的選票結構 就是這個宋楚瑜的選票 再加上所謂的蔡英文選票 移動到柯文哲身上 而目前為止看他如果棄保的方向 持續進行的時候 柯文哲的選票 過去投給蔡英文的 他會不斷的流回賴消沛 而柯文哲為了避免這個趨勢 持續進行 所以他才提出說 他要延續所謂的蔡英文路線嘛 但是柯文哲兩岸路線持續 其實就不斷的變來變去 他包含九二公司就好了 九二公司他就變了好幾次 九二公司是下跪投降 到時候我理解中共 對九二公司的堅持 在兩岸在雙城論壇的時候提出來 然後說他不知道 九二公司的意義是什麼 要去問習近平 他本身對於兩岸主權立場 其實他把它當成是選戰的工具 而不是一個國家領導人 應該對選民負責 一個清楚的交代 我必須承認 我不反對馬英九 我不支持馬英九 但是馬英九至少從頭到尾 他對於九二公司是堅持的嘛 但是柯文哲你自己對於兩岸的立場 這個不只是對於國內人民的交代嗎 還要對國際上所有人 在看到臺灣未來的領導者 你要把這個國家帶到哪個方向 所有國際各國都在看 你這個領導者的立場嘛 所以柯文哲如果在兩岸立場上面 講不清楚 只不過為了選票移來移去的話 我相信所有選民會越來越看不下去 你現在知道各自陣營之間攻防之下 如果你會玩三國旗的話 拿帥四項這一組 拿軍馬砲這一組 拿賓族的這一組 雙方已經各自攻防 大概吃掉了一些 只是那個吃掉的多寡之間 那閃現在不同的一些民調上面 如果要是真的這樣的話 今天柯P好 柯P直接講說 在昨天專訪 我內心本質還是深綠 深綠喔 還不是綠喔 是深綠的 我外交路線 一群蔡英文總統路線 維持現狀 是不得已的選擇 我沒有民進黨 台育黨剛剛包袱 所以更靈活 有沒有 這兩邊 藍綠兩邊 都吃一些 那綠營的總幹事 既然深綠 那就支持這樣 賴清德就好了 跟剛才一閃講有點像 可是如果他柯萊姑 所謂的五百五十萬票 他覺得大概今年 五百五十萬票會當選 韓國瑜在2020那場 拿了五百五十萬票左右 小英總統拿了八百七萬票 各位你看一下柯P的算法 他說如果中間選民論 柯文哲完全不會贏 就會投給賴清德 2020總統選舉局面一樣 小英總統比民進黨 多了三百萬票 有柯文哲 三百萬票投柯文哲 沒有柯文哲會投小英 所以現在有了柯文哲 然後三百萬票如果過去 那小英八百一七 就變五百一七 如果照這樣算 那侯友宜就會當選了 但是柯文哲他又說 如果要是現在 要想辦法做棄保的話 假設未來真的打成藍綠對決 藍綠對決 那現在他就可以宣佈 綠就當選 那到底誰會當選啊 這個算法跟那個講法 是完全不一樣 可是你可以知道一場 這場仗已經打到 每個人短兵商街 就是挖對方的牆角 可是鈺鴻直接問 他直接告訴你他是森綠的 他的所有就是說 把在民進黨人 從二零一四到現在 跟他合作到現在 中間經歷過所有這些 你們聽到是什麼樣子 他同時講了兩句話 一個說他是本質上還是森綠 第二個他說 民進黨有兩張神主牌 你們要拿掉 那神主牌是什麼 他講說台獨跟核能 其實現在對於台獨 黨綱也好 對於核能也好 我們的定義 跟他想的不一樣 那如果叫神主牌的東西 才是森綠的或森藍的證明 那他又認為說 他自認的神主牌 我都不要 那他哪裡來森綠 那我判斷就是說 他應該在執行某種任務 就是告訴他 就像賴士寶所講的 我們侯友宜拿不到年輕票 柯文哲你要加油一點 所以他就是 把賴清的年輕票拿去 他現在執行 就是他在算數學 就是說他那個三百萬票 我講我是森綠 他們就投給我 但是如果真的有那三百萬票的話 你認為是森綠嗎 會因為柯文哲是森綠 所以我原來支持 我這群人是森綠的 根本不是這樣 如果他在認知公認上的森綠 應該早就回到民進黨這一邊了 那如果他要去講話說 可能這些要淺綠 他才會去質疑 我們他說他自己認知的神主牌 他自己是有矛盾的 所以他有時候講說 他的什麼智商多少 157什麼 大家先打個問號 他的數學可能還不錯 請問一下綠營的人 真的很討厭柯P嗎 我用這個詞會不會太過分 我覺得曾經支持過他的人 大概會不喜歡他 因為自己人有那種背叛的感覺 但是你有可能越是森綠的 越會討厭他 所以他怎麼會森綠的 所以大概 因為柯文哲這個人 非常自以為是 他會認為你意見跟我不一樣 你就是壞人 你就是敵人 他認為說 我解釋的就是對的 其他人都不對 所以他會把什麼民進黨 深綠 派系 他會去做自己的詮釋 他認為政治是我來 這個 他政治的顏色是我來畫的 我來畫的 不是你怎麼看我 但是如果以一個候選人 或政治人物來說 你是什麼的光譜 你是中立的 你是淺的 綠的淺藍 深藍 那個應該是選民來看他才對 他從來不覺得別人看他是對的 他就我說你是什麼才是對的 我說我是什麼才是對的 他就有這種個性 會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我對你的認知 我對你的政策主張 政治主張 我卻認為你是藍的 甚至認為你是紅的 你怎麼說聲率 大家聽不懂 他也可能說越灰 越灰 講得越來越大家聽不懂 所以就是中立的象徵 他有可能會是這樣 因為我兩邊好像都講得通 其實我們認為你兩邊都講不通 他會認為這叫中立 所以你去看他在詩景中醫師 他這個他所謂的那個兵棋圖 他會說我跳到這邊就是這邊 他不是認為說 外面看我是到這邊來 我才是中立的 他會認為我說我是中立 就是中立的 他他的腦袋裡面 一直沒有辦法釐清人心在想什麼 這個我回過頭來講 我在這邊講過的故事 在2014年 他跟姚文智PK民調 我們兩階段的那個時候 我是組織部主任負責提名 我就在那個主席的辦公室裡面 我跟他兩個人 因為其他人剛好講完了 然後他們出去 可能上個洗手間幹嘛 我剩我跟他兩個人 我就跟他講說 柯醫師 你可能認為我們民進黨 都是學法證的 我是學土木的 那我跟你講說 你不要把你那套 那個葉克某那套SOP 拿來做政治上的操作 我說機器可能你按了 零跟一就是開關 人不是這樣子 我說你在處理政治事物的時候 人心並不是說 你要他怎麼做就怎麼做 然後你的失誤率是零點零幾 沒有這回事 我提醒他這個故事 我不知道他聽不聽得到 但是他現在還把這個狼狼上口 他認為說我怎麼操作 大家就會怎麼走 其實他去看民調 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我認為棄保已經完成了 他剩下這民調 大概也不會動了 因為本來他吸收到藍的那些 早就回去了 綠的那些說不定還留著 最近看民調的話 藍營侯友宜大概在藍營 已經拿到93%左右 然後賴慶德大概 綠營拿了95%左右 就該回去的 差不多回去了